你的话身体差到减弱 其实我是大约两三个礼拜前 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烧 拍拍一下东西 然后说很累啊 不断流汗 然后回到家就检查发烧 然后发了两天发烧 发完烧之后是超多痰 鼻又塞了 超多鼻水 然后开始咳嗲痰有血 然后开始咳嗲也有血 是很夸张的 我以为很夸张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 你没有Covid的OK的 不过虽然现在的流感 已经比Covid 很多了 这一段时间很多人中了 当时我真的很辛苦 我每天都是超辛苦超累 又讲话都是超沙 基本上你拍东西怎么拍东西呢 你说几个小时已经开始 我拍乱讲话 那是超辛苦的 我说到 我记得有一天我都要上班 去拍乱讲话 因为一天拍三集嘛 我拍到第二集开始 我已经讲不了话了 接着第三集的声音是变了 他们说为什么你变了另一把声呢 之后就 那我去看医生 医生就给了抗生素 我没吃过这么长的抗生素 是连续吃了十天抗生素 而且是有两种的抗生素一起吃 然后吃完之后 但是都还没康复 因为我要继续 我也要录音 所以我没有可能不吃抗生素 我想最快就好 然后录音要把那些 他们有另外一种叫做 褂固唇呢就是 泡粉在喉咙 令到他可能 15分钟内都不会这么闲 会扩大一些气管的那些褂固唇 就继续是这样做的 然后就 现在已经看了第三次医生了 都还没康复了 现在好了很多 但是 现在很多谈了 录音 有些高音位都是唱不到的 所以 我感激我的医务所 很多的陈医生、方姑娘他们就是 因为我真的忙到 没有时间去看医生 训诊所的时间 我们下班他已经生了 他们前天是特意 我开工他们找人送包药给我 就正在吃第三次药了 是不是 你是说要今年多出一首 是 是这段时间是有点压力 我是一个很少感受到压力的人 这段时间是有点 时间很赶迫的 因为如果我 我9月就要飞去 跟ERROR出旅程去台湾拍节目 出旅程前就要彩排舞台剧 出旅程后又要彩排 彩排完就开展展 去到11月中才有空 如果我在我9月飞之前 我做不好的首歌 其实我是要等到 我舞台剧完11月中才做 一定是讲不及今年出的了 所以我就很希望 今年可以出到首歌 我就一定要在我9月飞之前 一定要做好一首歌 所以 这个病就令到我录歌 我可能每天录很多个钟 只是用到一句甚至几个字 我觉得很失望 很不开心 前排是 但都 没办法 减逼自己 录到多少 都可以多少 照去录 这样 所以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你之前拍不开心 所以借票也不想去借票 不是不想去借票 因为去不了借票 我要趕着录歌 我要拍公司节目 有不同的事情做 如果去到我当然去 有所谓 但是 如果去不到的时候 都没办法 我真的要趕着 我完成我手头上的工作 我当然很想为 因为这部电影 我真的很认真去拍 如果大家有看 因为我还没分享 我跟艺术教授的东西 我写了一本很厚的纳士 很认真 很用心去拍这部电影 当然想它好 想它好的时候 除了基本上 全部宣传 当然想去借票宣传 但是 如果有时工作忙 去不了也没办法 就尽量去 所以我就是说 现在 我不敢答应大家 因为我知道之前令大家失望 就是可能我本身说了去 怎知去不了 所以现在暂时不敢答应 因为最近都有其他工作 在身 但是如果我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可能我会突击借票 那天可能是 刚好 我突然之间会一起去都不顶的 那就不会令大家失望 甚至有惊喜 总之我 只要那天早了提早 录完音也好 那天早了收工也好 我就立刻去 因为我真的 确定不了 拍摄的节奏有时候 over了 over了 如果他说借票 我借那场 我就借不了 我不想令大家再次失望 所以就 非常不好意思 尝试 唯有今次就是这样 突击借票 希望还可以借 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这部电影 令到他继续上话 因为如果没有人支持 那就更 戏院一个商业的考虑 没有人看 就缩少一些长次 越来越少就模糊了 希望大家可以 保持着这个势 都继续 所以我知道借票很有用 因为 如果那场是空的 但我说我去借票 我宣布了 起码你当那里有100人 每人100元 一张票都是1万元票房 我知道绝对是 很有帮助 还有这个跟古生说的 是一个跟 观众的沟通 一个借票 因为 例如我之前的借票 其实 我今次这个角色叫Patrick 那本身 因为我觉得 角色很不够立体 其实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串嘴友 而这个故事 不是给我发挥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的主线是小太郎 所以我加了很多例子 例如我跟 艺术教授 我会加吃珍宝珠 吃珍宝珠 然后我会是一个小孩的外星人 我很想追求地球人的外星人 所以看到任何女孩都会冲进去 这些全部都是 剧本上小说上没有的东西 我自己加上的东西 而观众看到可能会有时 甚至有人觉得反感 或者是原著看到 就是看过原著的人会觉得 哇你做着什么 都不是Patrick 但是经过原来我跟他们借票 我每次借票都会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关于电影的问题想问我 他们问回里面 为什么你会这样的 我解释到之后 他们就立刻想通了 哇原来是这样 所有东西都通了 甚至我再看第二次才行 因为听完第一次是解读 所以我都很希望 可以跟观众有这种互动的借票 但都是要因应工作情况 真的很没办法 因为年底的设计太密了 我绝对担心不了 你知道我一向说话 我可以怎样担心 我都是那些有话直说 直长直吐的人 有时是真的会说错话 知道自己 或者是太冲动 可以收拾一下 但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有那句说那句先 所以都没得担心 人家要担心 始终不喜欢我的人 就算我说什么 我说一句好话 都是不会不喜欢 但是喜欢我的人 就会我说什么 他都觉得 就算我说错了 他都觉得没所谓 原谅他的 所以是很两极的 很少喜欢193的人会说 我是中立的 他有时好 我喜欢不好 我不喜欢 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不需要担心 支持我的人 了解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就OK 不支持我的 你要怎么办 我也没所谓 我也不看的 但如果再出一次那些说话 可能可能会有点 我会一定 如果再出一次那些说话 我当然会收拾 我觉得我要收拾好一点 其实每一次讲完任何东西 我都想收拾好一点 就是每一次令到有炒作的 因为你知道我讲话 一句都可以放得很大 每一次我都觉得 是有一个进步空间在这儿 每一次都有检讨 但是检讨完之后 每一次是虽冲动 就直接讲了 但是你说了 发生了就发生了 都… 别人已经记录了这件事了 我立刻刪除都没用了 等于有人截图了 那么 讲了就是讲了 就是每一次都跟错误中吸收 下次要讲好一点 或者 如何收拾一些说话 但是这次我绝对是很对不起的 如果那班如果卖了票 就看不到的观众 但是 真的很对不起 但是 起码你都见到Dee哥 起码你都见到角色 起码你都见到导演 他都解说到这套电影 那么希望 有机会突击借票 再见那班人 或者你自己DM我 可能我会跟你说 其实这个角色是怎样的 甚至我在网上 分享我整个角色的经历 给他们听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